新冠肺炎疫情从蔓延到人们情感的紧张释放 面对未知的明天 台湾国乐团将以破茧重申音乐会 带给民众温暖与希望 四个乐章系数这年受到的冲击 蕴含人文关怀 陪观众找到生命价值 写出来一个旋律 大家可能可以听到 特殊的地方就是在音乐唱作里面 它有一个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 到时候会有一个后台演奏 他们会在后台演奏 跟台上的会产生一个时间差的空间感的感觉 我们希望这个音乐会能够对于现在目前 新冠肺炎打扰人家生活能够带来温暖 能够带来欢乐 进一步的让大家能够重拾希望的光好 这点是音乐会的一个重点 第二点 我要以传统艺术中心的角度来看 就是今年的八月 国力传统艺术中心 我们聘请了江建波老师来担任我们台湾国乐团的音乐中间 我想这是我们有一些 当然有一些期待 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借由江总监 他的音乐素养能够带领我们国乐团 能够创造更多优秀的这些节目内容 另外音乐会也将以音乐史传奇人物江文也的台湾舞曲揭开序幕 向台湾前辈作曲家致敬 近年国乐团也不乏许多创作能量与杰出人才 广受喜爱的低子节奏曲《成细》和洋情创作《大舞山蓝》 演绎音乐故事 欢迎民众欣赏艺术家的细腻情感 同时感受疫情之下用音乐散播的整能量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是同意快风 serv mentor 是同意不许多创作词